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小南瓜来吃 这个小南瓜是最后 把南瓜腿群收过来的时候 结到的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是最后的这几个小的了 还有黄的有很多 但是小的只有这么几个了 我配一点的小米椒 还有青辣椒 这把子弄掉 只要奶瓜 我之前在看别人的时候 看到有些朋友说 都不知道七色的奶瓜还可以吃 这个赖了 这不要了 这个时候的奶瓜 是很不好的 好的我们就要 就不要了 辣椒 小米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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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奶瓜 就是说 它再怎么长一长大了 不知道是 因为后面的颠养 不凉了还是什么原因 把刀挂一下吧 小米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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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它洗干净 再给它洗干净 洗干净 这些奶瓜一切就出汁来了 老奶瓜也挺好吃的 老奶瓜也挺好吃的 就内奶 年轻的奶瓜 有年轻奶瓜的好吃 老奶瓜有老奶瓜的味道 把这些切成丝来 哦 太子还可以 这些东西切丝 然后再切 好 还差这个 两个小小的 我切了之后 发现这个奶瓜 好脆好脆的 比那种 就是说第一批的那种奶瓜 脆的很多 有时稍微碰一下 它就解断了 像这种小奶瓜 应该是患有菌营症的吧 问它怎么这么小 怎么办 就这么给辣椒了 配太多辣椒 也怕有些人吃不来了 不过这个小米椒下去去也挺辣的了 好可以开始炒 我们家里有菌营 够了吧 最后一滴 搞到边上一下 这样就炒起来好一点 刚加了一点油 起来不太大 太多蔬菜了 不是太多 小奶瓜下去去 炒起来 烤鸡的 就像钠子它洋鸡 炒熟就可以了 把鱼放在里面锅 加盐进去 这小奶瓜本身就很好吃的 所以随便怎么做的好吃 只要熟了就不好吃 这越炒水越多 好了 我们炒熟 出锅 蔬菜一样的好吃 一块多吃的蔬菜 肉也多吃 蔬菜也多吃 然后要多运动 多做事 我们开始吃了 我们开始吃了 来吧 几些的 没想到奶瓜这么好吃 前段时间我都吃老奶瓜 今天吃了一次小奶瓜 很好吃 比刚出来的小奶瓜还好吃 应该是浓缩是精华 太好吃了 再来一点 太好吃了 再来一点 我发现比肉好吃的蔬菜应该就是这个奶瓜了 很甜 很甜 这奶瓜甜甜的 又有点点脆 真的很好吃 特别的下饭 这菜确实好吃 没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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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吃了 有点 不用 说 我给您的眼神 吃了